印度東北那邊的 因為第一個 不管在膚色飲食習慣 都跟我們比較相近 上節目談引進印度勞工 說東北的膚色 飲食與國人相近 勞動部長徐明春這段發言 被民進黨立委火大開嗆 影響台灣外交聲譽 這次表達強烈的譴責這樣的立場 那我們引進外籍勞工的標準 絕對不可以因為 他的種族或者是膚色 這是台灣最基本的立國的基礎 徐部長的這樣子的發言 確實我們都認為這相當不妥 移工的引進的問題 這當然跟所謂膚色飲食習慣 甚至宗教等等 這是沒有關係的 IP歧視發言面對問題快閃離開 不過進到異常裡頭 國民黨的原住民立委 質詢陳建仁前 就要徐明春先回應 你這種心態的發出裡面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真的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 我是肯定印度移工他們的素質 跟工作能力的表現 我或許發言不夠精準 有造成外界的誤解 這個部分我會來檢討 徐明春說一切都是誤會 期盼諒解 畢竟不能與印度打壞 剛建立的友好橋樑 因為總統最近交代 立基電董事長黃崇仁去協助印度 建造12吋的晶圓廠 董事長還說要替台商在印度開路 從勞工到半導體產業 政府積極與煤邦交的印度 保持密切合作關係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